欢迎关注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带你了解体坛的最新动态 2024女排世界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周的比赛 朱婷重返女排之后整个球队感觉在精神面貌上 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战胜保加利亚后 王月月在赛后采访中把朱婷称为定心丸 而蔡斌对朱婷的称谓则一口一个老将 球队需要领军人物王月月大胆直言 朱婷上场拿几分已经不重要 王月月在所有球员中说话是比较大胆的 不像袁锡月说的那么官方 对于朱婷的回归王月月直言 朱婷上场时 大家打得都很安心 她起到了定心丸的作用 朱婷的存在能够让中国女排不会自乱阵脚 她在场上经常会把我们聚在一起去跟我们讲 她在高水平联赛中锻炼各方面经验都很丰富 我觉得我们现在上场需要一个这样的领军人物 可以说王月月说出了球迷的心声 袁锡月作为队长 她在场上也很拼努力带动队友 然而袁队长总是感觉塌根 朱婷差了领军人物的气质 除了在场上高场喊叫 袁锡月在球队遇到困难时 她扭转局面和成为队友心理支撑的作用 确实跟朱婷有明显差距 李盈盈现在只是球队的进攻核心 就领军人物来说 她还不具备朱婷的气质 朱婷能够从心理上得到大家的认可 就是她在李约东京两个奥运周期 带领队友征金夺银站上最高领奖台时 她真是起到了队伍核心的作用 朱婷归队后 蔡斌在媒体采访中 多次把朱婷称之为老将 实际上朱婷虽然年近30 但是她的综合能力 还是顶级水准 把朱婷一直定位为老将 名义上以保护朱婷为由 让她少上场给王云露 吴孟杰等更多机会 直到澳门战1比3 赋予日本蔡斌 接连换上王云露 吴孟杰张长玲三位主攻 不管用在球迷现场大喊 上朱婷 上朱婷 的压力下 蔡斌才开始让朱婷首发 打完泰国朱婷表现完美 蔡斌又把朱婷放在了 替补西0比3脆败意大利 来到香港战后 蔡斌迫于舆论压力 才又亲自让朱婷 得到更多首发机会 现阶段的朱婷上场 拿几分不重要了 她在场上队友打球 新更定其他队友得分上双 朱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 巴黎奥运中国女排 需要场上精神领袖 蔡斌应该把队长还给朱婷 世界联赛 中国队只是来争夺奥运资格 这还是最终的战场 郎平东京奥运后 给中国女排留下了足够的家底 纵然蔡斌赋予日本加拿大 丢掉了很多积分 可是当年郎导率队 在世界杯奥运会上夺冠 给中国女排留下的积分太丰厚了 这才有蔡斌不断试错的资本 随着荷兰0比3赋予美国 中国女排已经提前三轮锁定了巴黎奥运门票 对于冲击奥运而言 蔡斌应该打开心胸 把队长一职还给朱婷 朱婷、袁锡月 谁更适合队长 大家心知肚明 奥运会中国女排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如果场上没有一位领军人物 队友从内心可以依赖的核心 光拼技术我们也难以赢下比赛 蔡斌如果真考虑到这一点 她在奥运前 应该让朱婷来当这个女排队长 大家如何看待朱婷归队后的作用